各位網友早安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1年12月5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疫情的最新發展 首先再多兩個國家說禁止港人入境 情況可說是相當嚴峻 世衛今早發出了最新指引 指示要全力應付新變種病毒 在這個情況來勢洶洶之際 究竟中港通關 是否真的可以在未來這段時間發生 真是沒人知道 原本這個禮拜就應該通關 究竟情況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分析一下 另邊相亦和各位網友講講各大網絡熱話 各位路友記今個月的週末時間 乘九巴過海是免費的 怎樣做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這隻Omicron簡直是來勢洶洶 病毒在進一步侵襲亞洲 來自香港的旅客尼泊爾和印尼已經禁止入境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這隻Omicron在多地快速蔓延 越來越多地方錄得手中的確診個案 包括德國首都柏林、美國夏威夷、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等 澳洲出現第一宗本土個案 另外再有兩個國家禁止來自香港的旅客入境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在今早上也提到 變種病毒株有極高傳播力 全球應該要有備而戰 報導的內文指 世衛首席科學家斯亞米納坦在盧透社舉辦的會議上發言 指根據南非的數據 Omicron是擁有非常高的傳播力 當地每天的確診人數以倍數增加 並估計Omicron可能會取代Delta成為全球流行的病毒株 但指實際情況難以預測 暫時香港錄得三宗的Omicron確診 希望今天的初步確診中沒有這隻新的變種病毒 不過情況真的非常頑皮 大家知道現在說中港的通關 近日的消息一押後再押後 本身這個星期應該已經搞定免檢的通關 突然之間殺出新的變種病毒 於是消息說押到12月下旬 但最近也有一些風聲說 聖誕節前或後其實也是離不開的 12月底很有機會實現中港的通關 說的是小通關 不過究竟有沒有變數 看來變數是非常多的 因為這個新變種病毒在香港有案例 導致其他地方禁止我們的港人入境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幾乎被一個禁制 在這個禁制的狀態下 說中港的通關的確是非常吃力 結果現在最新的情況 相信最緊張的人叫林鄭 林鄭當然想快點通關 但的確要說回實際的情況 就要看看這幾天究竟有沒有任何一種變種病毒 曾經走入社區 走入香港 這裏的確需要密切的觀察 另外也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 梅啟明 即梅艷芳的哥哥 告梅艷芳電影侵權的最新進展 根據《明報》的報道 律師陸偉雄說 這個防禦商標是需要視乎註冊的細節 說梅啟明提告那個理由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梅艷芳的哥哥在昨天入品高等法院 就說 開拍梅艷芳的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侵犯商標 要求法庭禁止電影公司繼續侵犯商標 強制交出所有侵犯商標的物品 以及申請賠償利息等等 大律師陸偉雄回應《明報》時查詢 就說 這個日品狀是沒有具體列出電影侵犯的行為 如果電影某個時段曾經出現珠寶 當中只是羅列商標的類別 應用內容有點流流 陸偉雄律師說 法庭可能會要求梅啟明補交詳細資料 如果不交或被視作瑣碎無聊的案件 陸偉雄又說 即使是死者的家人或家屬 不代表擁有死者的版權 只有他的遺產管理人才有權管理 所以需要視乎原告的身份和理據 陸偉雄就說 即使以這個侵犯商標作出提告 但是侵犯是有詳細的要求和標準 如果只是使用那個名字 又不足以構成這個侵犯 如果其他同樣名為梅艷芳的人士 電視台有歌手翻唱梅艷芳的歌曲 或者有人悼念梅艷芳 亦不會當成侵犯 直言法律不能這麼霸道 同時要視乎商標註冊的內容 陸偉雄亦補充 即使商標在幾年前註冊 但不意味永遠擁有版權 翻查日品狀 梅啟明申請防禦商標的狀態 以審查和發出首份審查報告 即是還未完成註冊 陸偉雄就說 防禦商標覆蓋和保障範圍比較廣 需要視乎註冊細節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再看陸偉雄大律師的評估 看來梅啟明要追討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就非常艱難 兼且那個索償可能夢碎 的確防禦商標的細節還未完成 據了解幾年前梅啟明申請防禦商標 但律師都說 若然商標的範疇那麼闊 你全都說了 即是翻唱梅艷芳的歌算不算是侵權 你的名字叫梅艷芳又算不算是侵權 的確這件事慢慢成為網絡熱話 有不少網民都是茶餘飯後討論 就討論梅啟明這個人 令人非常奧魯 搞甚麼 有部電影梅艷芳也贏得不少人的感動 突然之間殺出情咬金 有人說告電影侵權 雖然這件事未上法庭未審 甚至開不開審都未知之數 但純粹以感受的書法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非常不值 替梅艷芳是不值的 另外也看了HK01的報道 梅啟明指控梅艷芳電影侵權要求索償 18年以來原來多次為了真產而鬧上法庭 事件一出即時掀起熱烈的討論 不少人直斥梅啟明的做法紛紛譴責她 就是梅艷芳世世後所作所為 另外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原來在梅艷芳過世後4天 梅媽聯同梅艷芳阿哥梅啟明將女兒告上法庭 並提起一連串的訴訟 希望能夠取得全部遺產 梅媽曾經對傳媒抱怨 就說我女兒死了 為何她還要捐 你們知不知道一個月用7萬元 其實我過得多苦 我是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根本不夠用 和黑衣是差不多 而當時梅媽和梅啟明更加指他們兩個人 被遺產管理人和梅艷芳的好友迫害等提出各種陰謀論 梅啟明曾經手持兩份文件 懷疑是連嚴輝另開公司把梅艷芳的物業財產分拆混混 的確這件事有人不得民心 甚麼事呢 亦是多年以來 據HK01報道18年以來沒有停過 究竟事件會如何發展 我們會繼續跟進 另外亦要提提各位老友記 今個月所有週末和聖誕節的假期一共9天 老人家可以免費搭狗巴過海線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九巴表示將在12月為老人家提供免費搭車優惠 持這個長者八達通人士 可以在12月4日、5日、11日、12日、18日、19日、25日、27日 即是12月內所有的週末和聖誕節假期 可以免費承搭81條九巴的過海線 路線P960和P968是除外的 以及其他所有的R旅遊線 這樣怎麼可以免費搭車呢 原來就是合資格的老人家乘客 在乘搭優惠九巴路線時 必須用長者八達通給原本的車資 其後十個工作天之後 就可以透過五個途徑 退回已經給的原來車資 這五個方法相對方便 包括用那張八達通繳附任何九巴或龍運巴士路線的車資 即是搭得像九巴 另外就是親臨港鐵站商場內的八達通服務站 第三就是用八達通Apps退錢 第四就是用八達通PC月卡機退錢 最後一個比較簡單 就是在全港任何一間71便利店 以八達通消費或增值 便會付回那個車費給你 各位老友記要留意 今個月原來周末和聖誕節 乘搭過海的九巴線便免費 當然那只是小小心意 因為老人家乘搭車本身應該兩元 不過怎樣說也好 這次就進步了 原來去S7付錢的話 都會自動扣減車費給你 之前不是的 之前要大家安裝Apps 又要搞一大爛餐 結果有少少的情況 老人家亦都不懂怎樣搞 我是曠仔 我們下支影片繼續聊天